剛才看到了,籃球這麼多身體接觸 球員很容易受傷 但是只要配合合適的保護裝備 加上適當的訓練 是可以減少受傷的機會的 拉衣 攔截 這些埋伸動作經常在籃球賽看到 外國有研究就指 兩成半的籃球員會在賽背中受傷 港隊代表許鹿偉說 籃球員最常見到的是肩膀受傷 小孩子的比賽 雖然有限制攔截的激烈程度 但亦都有機會受傷 被人踏上地 肩膀受傷 那時痛不痛? 痛的 多久才康復? 過幾星期 怎樣減少受傷的機會 就是各種的保護裝備 其中牙膠是必須要配戴 可以減少五成口腔受傷的機會 大部分的籃球員都比較大隻 不像我那麽瘦 物理治療師說 除了配搭安全裝備之外 一個強烈的看法就是最好的保護 所以球員練習技術之外 亦都要做大量的增強肌肉訓練 無線電視機是黃大軍報道 大軍報道